各位同學 今天在安全教育講的是機車日常檢查 我的主題是有關輪胎檢查的部分 主要目標是 了解機車輪胎對行駛安全的影響 教學安全意識跟意義 還有探究輪胎的工作心情以及怎麼檢查 經驗力檢查能力跟時間安全 主要重點是了解輪胎對行駛安全的影響 重點是回去怎麼檢查輪胎 這是很重點 我們就接著一個來看一下 首先來看一下同學來看這兩圖 有什麼差別 第一個圖顯現什麼東西 點筆的這道什麼意思 輪胎壓不足 這邊有淚風道什麼意思 輪胎可能要淚掉 這個可能會出現什麼情形 大家想一下如果輪胎是有這兩種情形 你騎在路上會有可能會發生什麼事情 可能就會爆胎或者是滑膽 對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讓我找了一下 看一下 像這個 有了 刷型的小組 都不可能造成 所以沒有變得 而開通警察的民眾 真的要注意自己的滾開 新美食物對親密騎機車的行徑成立橋的失望機車突然滑行 後座的女子摔傷不治 而警方發現呢 這個機車的車台都摩平了 完全沒有開文 才有可能才是這個造詞的主意 一樣機車很躺在橋上 車主受傷了 後座乘客頭部更是遭到重衰 相重不治 毛髮騎車沒下雨也沒差準 機車行進橋面接鋪時卻突然失控 原來凶手是機車輪胎 看看底部胎紋震動摩皮 這樣的輪胎機車跑老闆說 上車隔本上不住 不要碰烈 還會糊塗 上車也會去 一條 三條 拿出正常輪胎 開文聲勇用就在於能看地面產生摩擦 直至機車騎久了 輪胎摩擦摩擦後 開文自然不見 在換車胎後 離乘數發現到一萬公里 就該換個輪胎 車清車主說 兩月前有換過輪胎 那是工作的關係給長騎車 輪胎比耗損的比較壞 雖然自責沒有仔細檢查 但造成後座女友不幸死亡 女友的家人無法原諒 一時的疏忽 讓最愛的家人天人永和 記者何慕倫心悲是否等 來 從這個西文發展給我看一下 他們車最表演在哪裡 他的輪胎的胎吻都不見了 都已經磨到皮了 所以我們 新的輪胎會有一個胎生溝長 所以我們在騎摩擦的時候 如果胎吻都不見了 就可能像這種心情滑倒 然後甚至造成死了 然後再看另外一個 爆胎的時候 會有什麼狀況 就看這邊 爆胎之後你看掉下去了 掉到田地裡面去 你一爆胎的話 你一爆胎的話 也控制不好了 可能就會導 好一點導在那邊 他就導入中間靠車來 就總會點不到 所以這非常危險 這樣再看一個 機車後輪磨屏爆胎 有乘客韓飛補置 這跟剛剛有點像 這是磨屏狀狀態 左耳後方疾頭乳血流不止 送醫急救後 宣告一致 家屬感到醫院 難過敵哀傷不已 警方初步研判 車禍主因 因是機車後輪磨屏 不難爆胎所致 確實原因 人帶進一步調查 昨天先將死者男幼 依過失殺害致死罪移送 共新聞新聞新聞報導 就發現輪胎的重要性在這裡 你輪胎不管是有裂痕或是摩訊 都可能造成暴胎或滑倒 嚴重的話會像這樣有死亡車禍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就來研究一下輪胎 首先我們看輪胎的基本構造 從這個我們來看一下 輪胎的基本構造 輪胎的基本構造 從這個我們來看一下 從這個我們來看一下 阿姨 嗨你好我是Eric 前陣子在報廢公社上 有人發了一篇奇文 說輪胎模號後露出殺線 然後一副很震驚的樣子指責車子 這種殺線在輪胎的地方 我只能說啊 這真的是太屌了 而且還有低級的錯字 這篇文出錯真的是錯的很有層次感 刷我三觀 看到這種東西 我當然是拿去跟朋友的 但笑完之後我不禁思考 雖然輪胎這個東西我們每天都在用 但它背後蘊含的技術其實相當深奧 所以對車沒有研究人 以為輪胎的材料是你要在乎的 這可能也是很正常的現象 所以我想大家也不必太苛責這位網友 那麼輪胎裡的纖維到底是什麼呢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現代輪胎的基本構造 不過我要先聲明喔 輪胎的種類千百種 每間輪胎場的生產方式也有差異 也都有自己獨門的設計 所以我會以非常基本的概念說明 直將我生活中最常見的 如果你是資深車迷或賣輪胎的 那你看大概也不會有什麼收穫 胎面是輪胎表層的構造 有天然香蕉或人造橡膠之處 不過即使是天然橡膠胎面 還是會添加碳煙之類的化學成分 來提升摩擦力與氧氧度 科有胎紋的胎罐是直接入面摩擦的部分 輪胎的驅動力、牽引力、排水性、制動性能 緩衝減症、轉向能力 都跟胎面的材質與胎罐息息相關 連部層是支撐輪胎結構的骨蓋 你可以想稱胎面是肌肉 連部層是骨頭 連部層代數層是將搶刃的纖維壓在橡膠裡製成 例如尼龍、輪造絲、鋸子纖維、功夫龍、鋼絲 將堅刃的連部層層貼合 可以讓輪胎承受車輛的重量 也讓輪胎承受操駕代表的各種壓力 連部層的設計也會影響車速的舒適度和保護表現 也可以提升輪胎抗穿刺能力 胎壁就是輪胎的側面 因為不接觸路面 厚度比胎罐好很多 不過通常連部層還是會划到胎壁 才能加強輪胎的支撐性 輪胎的規格通常也是標在外側胎壁上 才能讓人的目瞭然 胎唇是輪胎內隱與輪圈接觸的地方 是讓輪胎固定在輪圈上的構造 在輪胎打氣後 胎唇會緊密咬殼在輪圈上 通常胎唇裡會埋放堅韌的鋼絲 讓胎唇更強韌、咬合輪圈更穩固 內襯時氣密層 是輪胎的底層結構 主要用在輪胎上 通常會包到胎唇的位置來防止胎壓洩漏 輪胎結構有很多種 交叉層輪胎、代數交叉層輪胎、鏡向層輪胎、實心胎、半空心胎 因為太多了好,在此不追溯 機車常見的輪胎僅構有兩種 交叉層輪胎和鏡向層輪胎 交叉層輪胎規格縮顯為B或航線 輪胎裡的零部層斜向交錯排列 與中心線長30-40度的傾斜 且胎罐與胎幣共用同一個零部層 這讓交叉胎的荷重能力較佳 且成本較幣、胎幣抗穿刺較佳 低速行駛時操控性好 不過交叉胎在高速時的牽引力操控性較差 散熱效能較差、摩擦噪音較大 滾動時的阻力也比較高 油耗表現度較差 鏡向層輪胎規格縮顯為R 台灣俗稱輻射胎 輪胎裡的零部層代數層垂直排列 因為向地球的子母線 對岸成為子母線輪胎 鏡向胎裡的零部層會包到胎幣 然後在胎罐上加上剛性較高的代數層 所以胎罐跟胎幣的機械特性是不同的 這種設計讓鏡向胎的高速性能比較好 過彎時不易變形 觸地面積較大、操控性較佳 滾動時的阻力也比較低 油耗表現比較好 簡單來說交叉胎比較適合 車重較重的車或低速行駛 鏡向胎比較適合運動型車款或高速行駛 如果你是騎小排量速克塔 看重鏡向胎的性能想要買來裝 那你可能要失望了 因為幾乎沒有廠商推出小於13吋的鏡向胎 這是因為小輪胎的減硬力較小 交叉胎就足以負荷 例如我的小車S-MAX 前後都是13吋 所以只買得到交叉胎 輪胎上最重要的標示 除了使用規格 另一個就是魔後指示點 大部分有胎紋的機車輪胎 會把魔後指示點放在胎紋裡 當輪胎磨平 指示點將胎紋勾槽一分為二 就代表這個輪胎已無法確保持溫安全 這時候建議你盡快換掉 像前面提到的案例 不但已經達到魔後指示點 輪胎磨到胎面都沒了 連不常外露 這時候就一定要馬上更換 因為這個輪胎根本已經沒有肉了 騎在路上都是在摸摸他的骨頭 會打滑不說 還可能騎到一般爆胎 這項情緒非常明顯 我剛剛這影片 除了介紹到輪胎的一些基本構造之外 後期更講到的是 怎麼去檢查 他的胎紋胎壓 胎紋什麼事情 剛剛那邊有秀到一個檢查的地方 你如果磨損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你如果磨損到這個地方不見的話 那代表你的胎穩定太低 這不行了 你必須要換掉火車 會像剛剛新聞報導那個樣子 滑倒或者車禍 這就是指示的地方 所以如果當輪胎磨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代表這輪胎應該換 這樣大家知道嗎 這樣大家知道嗎 那我也來看一下 這裡有六段小段影片 The day of the dead is a celebration of life 那你試試看 這邊有一個優勢的胎小事 試試看 你看 左部上他還沒會有被叮到的時候 那你這段影片是要告訴你什麼時候應該補胎什麼時候 趕快先去機車廂給老闆看一下 是喔我幫你上架檢查看看 這段影片要告訴你怎麼去判 怎麼去決定是換胎還是補胎 基本上交給車廂老闆判斷來說的話對不對 會依它戳到釘子的大小寬度 看看補胎條有沒有辦法去補到它那些的範圍 你要是補胎條補不到太過於長寬的話 那當然這種輪胎就是不能補的 那如果是釘子類的補胎條一定是進得去 那前提也是要看輪胎條好快 你要是這一個叫母號快 跟胎命貫通來說的話 就是代表你的輪胎是該換的程度 最主要是看旁邊母號標誌來說 這裡都會有一個箭頭 三條型這個箭頭 它比的這個地方 就是一定會有一個抹胎的限制 做好輪胎是否與更換的判斷來說的話 就是看這一個 你像這一條已經抹到 它的警戒線都沒了 那當然就是建議可能直接把它換掉 你也不需要再去做補胎的動作 因為你繼續再補 說實話要補胎條 沾綿的那個厚度也會比較差 而且現在政府法規規定 抹到這個程度 就是一定得做更換 要不然監理機關是會做開發的動作 然後我猜一下輪胎種類的什麼性質 輪胎分的種類來說的話 其實房間最常見的就是所謂的 琴胎 女胎 或者是這種就是偏向琴女胎 那這是三那種類 那還有另外一種的話 就是叫道路 就是通勤用的輪胎 這種花紋比較偏稀少來說的話 就是所謂的琴田胎 它接觸路面面積 會比羽胎還要來得多 那麼羽胎來說的話 其實顧名思義 他們就是做排水很多的一點 會去做排水性 那琴羽胎來說的話 就介於這兩個的中間值這樣 要依照花紋來說的話 琴胎羽胎相信從胎紋這邊分 就是可以直接分辨得出來這樣 它的區別點在於 它採用的膠質的不一樣 那麼熱龍胎的膠質來說的話 它的那個熱胎速度比較快 粘性比較充足 可是相對的磨耗 一定會比較快一點點 那還有所謂的半熱龍系列來說的話 就是要改善熱龍胎 磨耗速度太快的問題來做解決 可是它的熱車速度 就會相對就比較差一點點 那麼外面房間還有一種叫 複合胎材質來說的話 它做的中間它是做比較耐用型的 那側邊就是比較偏向熱龍胎的膠質 讓你可以到達你中間磨耗很慢 可是側邊又有一定的抓地力 比較要激烈抄架或者是有在騎山路來說的話 它們開用的輪胎都比較偏向熱龍胎 他容易選自己的輪胎 你像譬如說像一般通勤組來說的話 它當然要求它的輪胎的使用壽命上 需要長一點 花費才會少一點 換句話說抓地力就會比較差一點點 可是耐磨性就會耗得多 那如果喜歡出遊啊上山啊 去山區這類騎車 都會比較推薦它使用熱龍系列或搬熱龍系列 因為才會有足夠的抓地力 避免過彎的時候 那個輪子的抓地力不足 而去影響到旗艦的安全 首先輪胎上面的這一個 這裡有搭場地的名稱 Made in Taiwan 這就是胎字的 那緊接著再往下看 這裡有所謂的組裝方向 就是輪胎的滾動方向的那個分別 像這一條輪胎 它是單方向來說的話 你組裝就是一定要朝著 輪子滾動的方向做組裝 這裡會有四個號碼 這個號碼相信就是很多人很好奇的 這個叫輪胎的生產日期 後面這兩個十九代表的是年份 前面這兩個數字十九代表的是週期 換句話說它就是 2019年的第十九週生產出來的輪胎 這裡有打一個C922 這就代表這一個廠牌的輪胎 它的型號是什麼 旁邊有所謂的這把數字 這個就是要規格表 130代表的是胎面的寬度 用迷你下去做計算 那麼70的部分代表就是輪胎的厚度 12來說的話代表的是輪胎的尺寸 這個就叫12寸輪胎 那麼輪胎上面有51跟L 它分別代表的是所謂的載重 它可以承受的最高時速的意思 最大速度120kmh 就是你時速來說的話它能承受到120kmh 那麼再往上當然是比較不建議了 底下還有一個32psi 這個基本上是輪胎時建議打的棒數 胎壓的意思 那我們去換胎的時候 基本上輪胎有它自己的建議售價在 當然也是要考驗到所謂的拆裝的難易度 你如果車上有比較複雜性的裝置 例如後碟版本 或者是ABS 拆裝的工資 相對的就會往上再多拉一點點 那前後輪的分別當然也是有 也是有相關所謂的拆裝的難易度 其實大多數房間的行情都落價在400-800這個不等 那相對的如果是大型重機的話 它的價位還會再往上再拉高一點點 我講的就是普通所謂的數克的R部分之類的 對 剛剛在這段影片有沒有看到一些有關機車上輪胎的姿勢 我要總結起來就像這樣子 這是機車的構造 輪胎的構造 胎面 我們看得到的地方 胎間 胎面這個地方 這個剛剛提到的 剛剛影片有提到的 這個叫胎索 你看這個車的剛剛有提到的這個規格表 這個四個數字上製造日期 這個是胎面寬度 內進 摩耗的指示地方 這個地方有三角形 這跨頂摩耗指示地方 這底下它的規格部分 這個我剛剛影片上沒有記過 剛剛介紹有關輪胎的一些基本類似 輪胎的話我們必須要定期檢查 所以輪胎是相當作成的 所以它會產生摩擦 然後就會損耗 輪胎的紋路用來排水增加遭地力 所以這個地方 所以 輪胎充氣的程度也是要看 過高或過低都不一樣 輪胎到底 定期檢查 大概哪些項目要檢查 第一個胎壓 胎壓太高的話 騎起來可能比較容易 太接觸病人會比較小 胎壓太低的話 它會扁下去 它可能會起的時候會放動 然後再來胎紋 胎紋剛開始有介紹過 胎紋如果已經磨得很平的話 像剛剛一開始介紹的三張影片 你會發現可能會發生車禍 胎紋有沒有義務吃 比如我們常常騎在路上被釘著釘到 這些 胎面表面磨手裂痕 還有輪胎的壽命這些 首先你怎麼去檢查你的胎壓 那你最好的話是兩個人坐在一起 然後呢 看那個 壓下來的胎幣 程度是怎樣 胎壓不足的話 它就會比較扁平一點 像這樣扁平一點 如果胎壓OK的話 就不會算在圓骨的 我來看一段 接算影片 他到底怎麼去檢查胎壓 像剛剛被提到的這樣子 兩個人坐在一起 然後你看你的輪胎壓的尺度 觀察前輪胎不能有嚴重變形 像這個就是輪胎壓不足 太遠 變形 觀察後輪胎也無嚴重變形 這個就還好 沒有 產生嚴重變形 產生嚴重變形時應充氣或至維修站處置 尋找胎壓模號指示記號 這個剛剛有介紹這個三角形設計喔 你把對應過來就會看到剛剛影片介紹的那一塊 找到輪胎模號指示平臺 應避於開售 剛剛我的影片 照來看到這一塊 這就是要看 可以避於這一塊 檢查模號平臺 至少三處以上 應接為良好 檢查胎壓兩外側及中間 皆無異物及均裂情形 重複檢查整圈輪胎兩面 應接為良好 檢查胎幣 也無異物及均裂現象 找到輪胎製造時間標示值 這個我上單也沒有介紹過 製造供十年內可用 此例為2017年第十三中製造 這次告訴我檢查的重點在哪裡 胎壓的方法 看一下胎壓的部分 現在有些車子 它本身就會寫線胎壓 比較新鮮的車會寫線胎壓 像這種比較新鮮的 使用鑰匙開啟電容 它在這上面就會寫到 這上面就會寫線胎壓的狀態 這邊就會寫線到胎壓的狀態 這一定比較新鮮的感覺 會有這種前線 這個可以開得比較明顯 要不然你可以用猜一下 是記憶的感覺 充氣壓力與醫療顯示胎壓指令一致 那我騎一段時間之後 我們再來看 前輪及後輪顯示的胎壓指令月有上升 這段影片就告訴我們 有些新鮮車子它會寫線 等於在面表上就會寫線你的胎壓狀況 這是第一個有關胎壓的部分 胎面磨損對我剛剛講過 這個有個三角形 指示位置 然後這個地方 你如果地理這個地方就代表這個 輪胎變換了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 酥酥脆脆 綿綿綿滑滑 竟然繽紛了 各位小老公的車友們大家好 我是阿權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 就是你在騎車之前呢 另外一件更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 可以拆一點就拆了 看你拆拆文 那麼拆文的功用又是什麼呢 拆文主要的功用是拿來排水 然後就是增加你在下雨天這種 濕滑落面的摩擦力 像F1啊 Moto G1那一種 他們的輪胎大部 算是都是光頭胎 在晴天的時候 然後到了下雨天 他們一定會回去更換漁台 然後有紋路的開文 通常紋路越多的呢 通常 排水性會比較好 紋路越少的呢 他在晴天的做自己越好 大概就是這樣子 嗯 那拆文的多寡 我們要怎麼判斷呢 來我們先來看 拆地上面 做一個小小的三角形 其實這個三角形 就放直線進來拆面上 跟你拆文交錯的地方呢 裡面就有個 磨耗磁點 當你的拆文呢 高於磨耗磁點的話呢 再保證你不用換輪胎 你還可以行駛一段時間 那如果你的 拆文 跟你的磨耗磁點 是切齊的話 那代表說你準備要換輪胎了 你可能要注意一點 那如果說 你的胎紋跟磨耗磁點 都已經不見的話呢 那代表說你應該要 馬上去換輪胎 而不應該出門 應該要馬上去換輪胎 這是很重要的事情 那麼 沒有拆著輪胎 又會發生什麼事呢 我們先來看看這條輪胎 沒有拆著輪胎 就長得像這樣 在晴天的時候呢 你可能感覺不出差異 但是當你下雨的時候呢 因為它過淺的拆文 沒有充足的白水性 所以呢 就不會有充足的抓地力 在雨天呢 濕滑露面 就很容易發生打滑 這樣子 是很危險的喔 那如果你發現你的拆文沒了 你該怎麼辦呢 這樣看臺文是不是很簡單呢 真的很簡單 剛剛這個影片也是 直接剛剛我騎下來 再重複騎到的 怎麼去檢查這個方面 這個我們看胎壓高低 這張圖是胎壓低了 這張圖是胎壓高了 至於為什麼 我們來一起看 這個 說因為刹車線是彎曲的 所以胎壓有點低 同時他去檢查了歸毯 說歸毯沒有問題 那麼是不是可能是胎壓低了 因為之前我們已經說過 當我們的這個刹車線 或者是 它的邊緣有過 遭到痕跡的時候 也可能是歸毯有問題 是吧 歸毯拆關 沒有問題 之後我們 問題歸結於胎壓低 當然這臺黑曲一反三 那麼如果我們的磨損區 出現了弱撕裂 或者你看到這個磨損區的範圍 比較大的時候 都可能是 胎壓或低倒車 所以這也是 需要大家注意的地方 那麼同一輛車 我們再來看下後輪 那麼後輪的胎壓 相似來說是比較合適的 我們看到這個輪增前輪 就很明顯差略 就相對光滑了 所以這個胎壓非中的調整方案 就是老公把前輪的胎壓加了一點點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被判斷為胎壓過高的車 是什麼樣的 這裡呢老公說 像山脊一樣 就凸起了很近 就是胎壓過高的軟線 這個我們之前的課程也說過了 大家如果猜對了 平時去打電視讓我看 而且如果胎壓過高的話 你可能半月出現了 磁裂的情況 所以這個也可以作為 輔助判斷的根據 我要再來看看這輛車的後門 老公說誰忙命 就是這邊 它這個手指卡的這個地方 是非常閃亮的光滑的 這也代表了 太陽比較明顯 所謂太陽平高 那麼同時 因為太陽平高 那麼在這個磁片的磨損面上 容易出現到私利的情況 所以這些輔助判斷的依據 也需要大家去丟致 讓你們一個條件 盲目的判斷 某些技術 那同一個菜市場另外一點 也是 光滑 這磁村區 可能這磁村區的邊緣 是用一些 剛剛的畫面開始出來的 這就代表了 太陽比較高 所以要放了一點點太陽 所以大家有空的話 去上寫每個開發 然後可以想退給我 那今天就到這裡了 關於我這裏共和善悼知識 那我們下次見了 拜拜 呀 謝謝 剛剛我看到很多段影片都檢查 有關檢查到他壓他很多 所以我在檢查的時候 像這個你看 看這邊 有沒有一個指示平台 有沒有第一條 就是我剛剛的畫面上 影片上提到的 你不可以第一條指示平台 然後這邊 魔號的存在 你看一下 他的 像這個已經有點平了 這不太適合 然後來這個 你看他有沒有被 義務吃物 甚至沒有被盯著吃進去的時候 那我們就必須 可以的話 如果是在機車行不進的話 我們就直接給機車行人用 如果離機車行人用的話 你就判斷一下 你有沒有工具可以把它移除 因為這個拔起來 氣漏掉了 可能就不適合洗 可能就要牽到摩托航去修理 然後來看一下 我們在檢查的時候 像這個已經平了 就是剛剛我們 很多段影片介紹過 像這個已經算是 嚴重於摩損 所以這個時候 繼續要怎樣 送到機車行人去換胎了 這個呢 就是 我一開始看到的 他已經有軍略狀況的時候 這個我們一開始有看到 這種機車行人出現什麼狀態 同意出現 起始終容易出現爆胎的機車 這個也是該換胎的時候 然後剛才影片中也已經提到這個數字 像這個1915什麼意思 後面兩個是 西元2015的 製造的 前面這兩個數字代表是 第幾週 像這個是2015第19週的 製造的胎 那一般輪胎的話 新的話 你大概10年內 都可以使用 如果沒有異常是可以使用的 來 最後就是我們 剛從這段影片介紹之後 我們在做檢查的時候 有這幾個項目 你可以按照這幾個項目 去做一下檢查 第一個你胎要怎麼去檢查 就是目視看到有沒有 明顯變形 或者有沒有明顯變形 胎穩深度 他有沒有第一天指示平臺 有沒有異無心路 輪胎旁邊有沒有 俊略心形 前面表面 兩側有沒有 然後輪胎壽命 有沒有在 有沒有在那個10年內 如果超過的話就該換 如果輪胎也正常 那一線也超過的話就該換 這個是你在檢查的依據 你可以依照這個 回去練習一下 把你家裡測試檢查看看 所以總結輪胎影響到 安全 所以 隨時關心一下輪胎 的狀況 胎穩的狀況這些 來確保 你的安全 隨時去做定期檢查 今天大概就是這個 先前幾段影片給你介紹一下輪胎的一些基本狀況 然後後面幾段影片給你介紹有關 怎麼去檢查輪胎的胎穩胎 這部分 各位同學有什麼問題 沒有問題的話可以按照這個 剛剛這個 檢查的重點 回家自己試看看你家裡的摩托車 不管多久的摩托車可以檢查一下輪胎狀況 有需要的話就可以趕快去換 該換胎的時候就換胎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謝謝各位同學